如果我真的做錯事的時候 我被你侮辱,那我該死吧 大家好,我是TommyQ 今次我想插一個Youtuber 這個Youtuber就是范金先生 我稱呼做范金先生 話說他就來到香港 做了一些老老的事 拍片做一些很老老的行為的壓例 這件事我先不罵他 首先我會想的就是 到底是不是我自己出了問題呢 好了 那香港人到底做錯了什麼呢? 你范金先生可不可以拿資料給我看看? 如果我真的做錯事的時候 我被你侮辱,那我該死吧 但是你不是 你范金先生來到香港 由機場去到酒店 再到中環某些地方 食肆等等 你都是隨便拘捕東西出來 去開玩笑市場的香港人 如果這個是GET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好笑 對吧? 譬如你呢 就在這裡指一些牛雜 叫做貓狗肉 我想說呢 如果我們買這些貓狗的話 我相信已經全部拉夠了 已經是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你把你自己吃剩的雪糕 Gam Cholia 要一些徒人去吃掉它 首先第一件事 你有沒有當過當事人是人 第二件事就是 我相信這個當事人 他是很不願意去上鏡的 喂大哥 別人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是非常老人土 在沒有香港人 好像之前所說 如果香港人真的有地方做得不好 做錯的事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批評 但最好 就是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法 如果有些事情 涉及違法行為的時候 我說多或少 我都會拍片去罵他們 譬如說鄭若華前面 何君堯的薩毛社頓 又或者最近的教會性罪人案 如果你犯金先生 你來到香港 你直接去罵貪官 做一些犯法行為的時候 我這樣寫這包單 一定會有人Like 你夠不夠膽 所以你犯金先生 你去到其他地方 我拜託你尊重當地的人 要不就不要去 留在美國 還有一件事 壓例 是有分有水準和沒有水準的 如果你要壓例的時候 我拜託你做一些有水準的事情 我會講的就來到這裡 喜歡按個Like 不喜歡按個Dislike 有什麼話說 就不妨留下一個Comment 那旁邊的VOD 就來到這裡 完